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1.最新战况,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的说法 乌克兰国防军在梅里托布尔前线开展进攻行动 在巴布特前线开展了突击行动 在萨布洛州的罗布地涅定居点以南 和顿涅茨克州的克里什基夫卡定居点取得进展 该部说,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在梅里托布尔前线 进行进攻行动,在巴布特前线进行进攻突击行动 他们正在罗布地涅和克里什基夫卡以南地区取得进展 巩固阵地,粉碎敌人,逐步解放被占领土 细节如下,一,在巴布特前线 乌克兰军队有效地阻止了奥里霍沃 瓦西利夫卡,伯赫达尼夫卡和克里什基夫卡定居点 及其周围的俄罗斯军队 顿涅茨克州的克里什基夫卡和安德里夫卡遭到了俄罗斯空袭 俄罗斯大炮和迫击炮瞄准了顿涅茨克州的20多个定居点 二,在扎布尔热前线 俄罗斯军队在扎布尔热州罗布地涅附近进行了空袭 俄罗斯大炮和迫击炮轰炸了20多个定居点 三,在赫尔松前线,波尼亚蒂夫卡,赫尔松州的 萨多夫和尼古拉耶夫州的地涅伯罗夫斯克定居点遭到俄罗斯大炮和迫击炮的袭击 四,在24小时内 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军事人员和装备集群进行了八次袭击 乌克兰火箭部队和炮兵部队击中了五个俄罗斯火炮系统和一个防空导弹系统 二,最新战况之其他消息 一,在昨天的节目中我谈到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在明年夏天结束 大概是七八月份啊 换句话说,大概会在持续十一个月 我的主要理由是再过几个月F-16登场 美国坦克上阵 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和德国金牛座等到货 某军会招架不住的 对此,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认为 战争不会持续太久 九报在亚尔塔欧洲战略年会期间 他说,我不赞成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假设 这是我个人看法 基于对我们拥有的数据的分析 首先是关于敌人的数据 布达诺夫说,俄罗斯人无法进行长期行动 他说,然而很明显如果你认为六个月,七个月 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是对的,换句话说,再打上六七个月甚至一年都是可能的 真是巧合 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报告说 俄罗斯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 集结了超过42万名士兵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报道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主任斯基比斯基 在亚尔塔欧洲战略年会期间说 俄罗斯联邦在我们临时占领的领土和克里米亚半岛 集结了超过42000名的士兵 这还不包括俄罗斯国民警卫队 其他机构 特种部队 以及在我们被领土上支持占领国的俄罗斯安全部队 斯基比斯基还表示 俄罗斯已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部署了46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器 三,乌克兰的盟友应该为与俄罗斯战争中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 包括帮助乌克兰经济尽快复苏 据欧洲《真理报》报道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维多利亚纽兰于9月8日至9日 在基辅举行的亚尔塔欧洲战略议坛上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访问了基辅 他不仅访问了基辅 还表明 无论乌克兰军队的成功 以及他们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的进展多么重大 一切都不会在未来几周内结束 我们在发展 重建乌克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必须在经济上心理上和精神上 为此做好准备 纽兰表示 除了加强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外 长期对抗将意味着加强重建乌克兰经济的努力 这应该在战争结束之前发生 我们必须通过确保乌克兰企业 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启动来帮助乌克兰 重新奠定经济增长的基础 四 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被记录 所谓的克里米亚负责人 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表示 9月9日星期六晚上 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半岛西部和西北部 记录了三架乌克兰无人机 在19时24分 他在电报应用消息程序上发帖声 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西北部地区 记录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并要求当地人保持冷静 在20点38分他补充说 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占领的半岛西部 有记录两架无人机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在昨天下午 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 去报发生了森林火灾 在克里米亚的新非罗伯尔 俄军的一个军事单位发生火灾 并伴随着爆炸 当地人报告是一个仓库着火 另外 克兹大桥上遭无人机袭击 旧报道 多架无人机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 有人报告 在克兹的铁路附近发生火灾 5 泽连斯基祝贺近50个乌克兰城市 本周末庆祝他们的城市日 并发誓 乌克兰不会将一寸土地留给俄罗斯人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说 本周六和周日 近50个乌克兰城市 正在庆祝他们的城市日 文尼查 今天也是我们英雄的阿弗提布卡日 这是乌克兰古城巴赫木特的日子 虽然由于俄罗斯的袭击而成为废墟 但具有牢不可破的哥萨克精神 阿尔切夫斯克 沃尔诺瓦卡 杰巴尔采夫 卢干斯克 奥列什基 哈尔齐茨克 他表示 乌克兰始终牢记所有公民 保护自己的东西 并将确保所有城市的自由和力量 他说 我们国家领土很广阔 但是 我们不会留给俄国人一厘米 六 在罗马尼亚 发现了另一架类似于俄罗斯 用来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残骸 罗马尼亚总统表示 这是对罗马尼亚主权领空的不可接受的侵犯 据报 无人机残骸是在土尔恰县普劳鲁村附近发现的 搜索任务是在收到地方当局的信息后开始的 该信息表明 无人机的碎片可能位于村庄东南约2.5公里处 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 约翰尼斯迅速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反应 称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罗马尼亚领土上 发现了另一架 类似于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无人机残骸 表明这侵犯了罗马尼亚的主权领空 这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说 我强烈谴责俄罗斯袭击多脑和乌克兰港口 引发的这一事件 七据美国官员称 拜登政府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 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一位有权看到安全援助计划的官员说 他们要来了 这位官员指出 与往常一样 在正式宣布之前 此类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二位官员表示 这些导弹摆在桌面上 可能会被纳入即将推出的安全援助计划 并补充说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据这位官员称 乌克兰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收到导弹 信息来源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 最后我想说的是 由于防御困难 俄罗斯指挥部可能很快 就会向扎布罗尔地区调动更多的部队 这并不表明俄罗斯军队的崩溃 而是暗示其部队指挥不安全 以及最近俄军预备力量 阻止乌克兰军队前进的能力存疑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